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笑皮琴家许树兰与钢琴家黄楚涵将再度攜手合作演出,以《深醉光彩》为主题,呈现许树兰曼扭音学校期间珍藏内心名曲的回忆,将于台湾与日本巡回演出。 为了呈现此次《深醉光彩》音乐会,许树兰选择了三首伟大作曲家的经典作品,其中一首是布拉姆斯的名曲。 许树兰说,是在曼扭音学校最后一年钢琴家李希特到校演出时所提及。 许树兰表示,李希特晚年有演技,要看谱演奏,不能有强光照射,只能以烛光照明,当时没人敢去帮他翻谱,因为任务太艰辛,翻谱不能做太近会影响大师演奏,谱也不能翻得太快怕会煽起烛火。 许树兰自告分勇去坐在他远左后方,完成了一个不可能任务。 但音乐会结束后,许树兰形容自己问了一个史上最俗的问题,请问您最喜欢哪首曲子? 没想到,大师回答,布拉姆斯一号,我的葬礼就是要演这首陪伴我上天堂。 因此,此次音乐会,许树兰将呈现布拉姆斯第一号之大调小提琴奏名曲,其他曲目包括拉威尔小提琴之大调奏名曲,史特劳斯小提琴奏名曲,另有德纲直树新作,显奏曲第二号。 4月20日在台北怀恩堂自由入场,4月22日在高雄市音乐馆,票价400元,恰年代售票。 4月29日在日本鸟曲线苍吉市蔚来中兴演艺厅,5月5日在台南白鹿湾演艺厅,逾越入场,恰06至391203。 许树兰将以《深醉光彩》为主题举办小提琴独奏会,许树兰提供。 许树兰此次巡演也将赴日演出,许树兰提供。 许树兰将以《深醉光彩》为主题举办小提琴独奏会,许树兰提供。